入住海景民宿 对镜头回眸一笑 她是在钱贵火警 不幸罹难的周姓女子 水汪汪的眼睛 秀丽长发 26号才刚满36岁 没想到 在林森钱贵办庆生趴 却碰上无情恶火 生日成了忌日 白衣男子在警局里面 看着手机情绪崩溃 她是周姓女子的家人 无法接受 致爱失去了宝贵性命 钱贵火警 酿成无死 唯一一名的女性死者 就是73年次的周姓女子 家属确认身份后 并临溃题 周姓女子为了欢庆36岁生日 在林森钱贵办了庆生趴 朋友之间一个拉一个 926包厢中的人 有的互相并不熟 最后15人在包厢内欢唱 没想到意外碰上火警 周姓女子虽然被抢救出来 但送医后仍然不治 生日成了忌日 926包厢 原本应该是周姓女子过生日的地方 没想到无情火蛇夺走一命 让家属无法相信 从此天人永隔 家人说她明明还开开心心出门 没想到最后却再也无法回家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